哈喽,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华人生活网的早见新闻,我是新晨,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有什么大事发生,放弃美籍的中国少女,勇夺滑雪世锦赛双辽冠军,还是斯坦福学霸,落线一男子经营高速公路太复杂而自杀,哥威拉斯基,你们有同感吗?设购白宫鸟龙,拜登爆出,桃华府平反乡,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一条资讯,美国时间3月13日,中国滑雪选手谷爱玲在美国举行的2021年,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女子抛面障碍技巧决赛当中,以84.23分夺得冠军,这也是她记前一天在优行池项目夺冠后,在一览的金牌,17岁少女包揽滑雪世锦赛两斤,和优行池决赛是一样,在抛面障碍技巧的决赛比拼当中,古爱玲也是第一轮就滑出了全场的最高分,鲜声夺人,虽然在后面的龙刺当中,挑战更高难度出现失误,但一轮滑出的84.23分, 已经足够她获得冠军,赛后接受采访时,古爱玲对于自己的表现也非常的满意,表示对自己的出色发挥不太敢相信,第二轮我本来想挑战更高的难度,最后一轮也想继续挑战,但是没有办法,风太大,感谢赛事举办方,感谢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 夺得世锦赛两斤的古爱玲又创造了许多新的历史记录,单届世锦赛双冠,是中国雪上项目在世锦赛上的历史最佳战机,此外,自从女子滑坡障碍技巧项目,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锦赛以来,还从来没有亚洲选手在该项目中夺冠。 此番古爱玲奖获金牌,也成为了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在该项目的第一人,而这样的成绩还是在她遭受病痛困扰的情况下获得的。 一个月前,她遭遇了右手骨折和大拇指韧带撕裂,但为了参赛,她决定先戴着防护手套的情况下完成眼前的比赛。 由于手部受伤,古爱玲不得不改变习惯,尽量在不使用手杖的情况下滑雪,但这依然没有影响她在赛场上拿出优秀的表现。 抱来两斤之后,古爱玲的创世记录还未停止,当地时间3月15日,她还将参加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预赛。 世锦赛后,她还将参加世界杯分战的比赛,放弃美籍加入中国,还是斯坦福的学霸。 古爱玲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古艳是北京人,曾是滑雪教练,因此格外注重她在滑雪上的培养,而古爱玲也没有让母亲失望,从小就在滑雪上展现出了超于常人的天赋。 8岁的她,已经成为了太后湖地区专业滑雪队唯一的女孩。 9岁时,古爱玲拿到了全国自由式滑雪的少年组冠军,并开始相联USA美国青少年锦标赛。 总排名第一名,11岁时都得选美13岁以下,滑到障碍赛冠军以及全能药军。 13岁,她开始参加成任组比赛,到目前为止拿到金牌50多块。 除了滑雪以外,爱玲的体育爱好可谓是丰富多样。 足球、越野跑、骑马、攀岩,这几项运动项目都是爱玲的所爱。 即便在炎热的暑假,爱玲每天都坚持40分钟的跑步。 2019年6月6日,美其华裔15岁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古爱玲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自己正式转为中国国籍,并发文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古爱玲报道,据国际雪莲FIS官网资料。 2019年6月,古爱玲在FIS的注册国籍已经从美国变更为中国,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毕竟中国国籍是世界上最难拿加入的国籍,却被古爱玲轻松拿到2020年6月,古爱玲在美国高中,提前毕业又以中国人的身份申请到了斯坦福大学。 SAT满分,1600分,古爱玲考了1580分,阶级满分,高于99.8%的世界考生。 然而如此优秀的她,也没有少被网络键盘侠们放过,还有人嘲讽斯坦福花钱就能够进。 不过,古爱玲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依然让自己处于高效的状态,哪怕是伤病也没有对她产生太多的影响。 明年的冬奥会,希望古爱玲也能够取得让自己满意的成绩,弱势大满贯,自然是极好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下一条资讯,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笑话,打去北京特别复杂的环路交通? 这笑话是说,北京之所以特别安全,是因为坏人都在环路上迷路了。 确实,大家都知道北京以环路多而闻名,20年前北京还只有四环,而现在,北京七环这个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都已经开修了。 这也越来越说明,世界级的大城市都在拼命书长交通规划,就像咱们洛杉矶一样,提到高速公路的复杂结构,那咱们洛杉矶可是榜上有名。 1993年修建的法官哈利·普雷格森立教桥,作为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上结构最复杂的立教桥,就在咱们洛杉矶前,不光是第一次洛杉矶的旅客,就连生活在洛杉矶多年的老司机,也稍不注意会有开错方向,错过高速公路口。 很多司机都因此而抱怨过。 不过近日,有一男子竟因为开错了路,在洛杉矶线的高速公路上跳桥自杀,可想而知,洛杉矶线的公路威力有多大? 据悉,干男子名叫比列加斯,现年已经58岁,昨天3月13日到晨7点钟,比列加斯打电话向当地雅典地区的交警求助,声称开错了路,一不小心开错了本应史书的高速出口。 交警接到了他的电话,并当场让他不要着急,把车停在路边等待交警的救援。 但当我们赶到时,发现男子站在桥边,并且十分的沮丧。 交警说道,本来交警想上前和他确认他的目的地,没想到干男子竟突然翻过了围栏,跳了下去。 110高速公路的高度大概有30多米,人跳下去不可能活得了。 交警说道,果然,当急救医护人员赶到桥下时,赶男子已经毕命多时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我们在他的车上也没有发现什么违法的东西。 看来迷路或者说是开错路是他自杀的唯一解释,现场警方说道,看到这里,不知道洛杉矶的朋友们做何感想,很多小伙伴也曾在网络上吐槽过洛杉矶的高速公路太过复杂, 而且司机们还不能完全依赖导航等设备。 因为在实际的驾驶过程当中,导航竟然会出现延迟的现象,延迟一旦发现,很可能会错过正确的路口或者开错路的情况。 而且,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还有很多路口,稍不留神就会搞错。 所以,不少司机虽然有的多年的驾驶经历,也还需要凭借一定的运气才能够顺利的到达目的地。 有研究显示,大家在开车时本来就容易发脾气,出现怒怒的情况,因此,我们更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别因为一点点小的失误而做出令自己和家人都痛心疾首的事情。 美国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谨记,下面让我们来看下一条资讯。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至今,频繁出走华府。 据美媒统计,上任八周来,拜登一共有三个周末在故乡德拉瓦州度过,另外一个周末在大瓦营度过,他曾形容白宫是一座镀金的鸟笼。 美联社统计,拜登上任以来,频繁返回故乡德拉瓦州,八周内有三个周末都在故乡度过。 在新冠肺炎疫情,警戒尚未解除之际,频繁返乡的做法备受检视。 据美联社统计,美国总统拜登,1月21日就职以来已经过去了八周,过去八周内,他一共有三个周末在德拉瓦州度过。 多位上任的美国总统曾经抱怨被困在白宫,拜登2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也曾经表达过同样的感受。 坦诚和过去生活相比,在白宫的生活犹如住在镀金的鸟笼。 他说,当初竞选时,目标是当总统,不是住进白宫。 为了让生活增添一点点的熟悉感,拜登开始经常出走华府。 报道指出,周末拜登在德拉瓦州手砍超级杯和幕僚开会上教堂,和家人共度周日晚餐。 美国第一妇人吉尔·拜登曾表示,他们尽量延续周日晚餐的传统。 指出,孙子们仍然对此非常的期待。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赫尔表示,将有132间房的白宫放着。 换成较为轻松的周末聚会,能帮助总统放松身心,针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警戒尚未解除。 美国官方仍要求大家遵守防疫规定,避免不必要的旅行,白宫却频繁出走华府。 白宫新闻秘书莎奇说,德拉瓦州·魏明顿是拜登的故乡,他住在那里很多很多年。 而且就像任何一位美国前任总统,他搭乘称为空军一号的私人飞机,我相信多数美国人都会认为这是特殊状况。 不过美联社也指出,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是独自立训,不管是什么,私人飞机一定都会伴随许多人一起飞。 除了空军一号的机组员,总统每次飞行都要带上特勤人员、白宫官员、记者团、家人,根据地点及目的,还要带上律师、阁员甚至其他对宾。 总统飞一趟也耗资甚多。 根据美国国会审计局2019年的报告, 前总统拜登2017年初从华府飞往福州海湖俱乐部的四套行程,共花费1360万美元,其中约1060万美元为飞机运作费用,另外300美元为其他人员的交通、住房、餐饮等开支。 不过报道也指出,拜登的旅行支出可能会比川普少,因为他搭乘的飞机比较小,航程也比较短。 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的驾驭行程没有一定的剧本,宣布多数时间待在福州或是纽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 奥巴马因为有两个女儿周末要参加球队的训练及比赛,因此多数时间都在在华府,小布希则会回德州的牧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早晨新闻节目,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谢收看今日华人生活网的早晨新闻。 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华人生活网,我们也新开通了微信平台视频号,方便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再美时事焦点。 早安,我们明早再见。